接下去我们要介绍 注冻词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句型 在写作上也是很好用的 这个是翻成尽可能尽量的意思 老师切三组 这样比较容易了解 一 中间接行动词跟副词 我们就是用 us us one can 或者是 possible 那么第二个 用 as much 或者是 as possible as one can 这个 much 跟 possibly 副词 是表示程度的 刚刚这个是 形容词是配合B动词 副词是配合一般动词 这个 much是表示程度 接下去 as many as many后面要接可数名词 much后面接不可数名词 这两个是来强调名词的 中间是强调程度的 前面是来强调形容词跟副词的 所以分三组就很清楚 可以看出来 这个句型为什么那么好用 看例子 we should be as careful as possible while 这个是分词结构 主词相同的时候 主词也是we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分词的写法 while crossing the road 当我们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尽量小心 尽可能小心 这里动词是B动词 所以我们要配 形容词 as careful as possible 再来第二个例子 people should value their health 人们应该要珍惜他们的健康 这个珍惜 他要怎么珍惜 珍惜是很难解释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程度来说明他 尽量的程度越高越好 就是越珍惜越好 表程度的可以用much 也可以用possibility 这个是来说明前面的value 尽可能的珍惜他们的健康 第一题 to enrich knowledge 为了要充实知识 这个充实知识 就是讲后面的主词 我尽量多读书 好看到书没有 书是可数名词 所以要用这个as many boost as I can 或者as possible 答案是哪一个many 答案就在这个a 这是正确的 第二题 to live a better life 为了要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好 这是讲谁 谁要过更好的生活 就在这里 后面主词 we 我们 所以这边主词就是我们 我们要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们必须要存尽量多的钱 因为钱是不可数 所以我们用match 所以用save as much money as we can 或者是as possible 这两个答案 有没有as one can 错了 要谁的主词改成weekend as we can 这里答案了 有没有as possible 哦 错了 这里用了负词 as possibly 这个就错了 第四个答案是 as we are possible 错了 用as possible就可以了 不能用 we are possible 好 这是第二题的 我们看第三题 年轻时是一个片语 我们要尽量努力工作 好 尽量 尽可能就是as 什么as possible 来 年轻时 while we are still young 老师已经补在这里了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可以用when 好 when we are young 我们年轻的时候 we 要 要就是should 应该要 努力的工作 工作work 好 后面加尽可能的努力 原本努力是we should work hard 但是现在要加强一下 尽量努力 所以就会变成 修饰 複词 as hard as hard as 主持谁 我们 we can 或者是as hard as possible OK 这两个答案 都是不错的 所以 再看第四题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要克服它 好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不论什么 英文的写法是no matter what 困难 就是 difficulty 后面 这个只是疑问词 连接词 后面还要加主词 小心 no matter what 只是连接词 所以后面还要主词 谁 主词就在后面 一模一样 我们 we 遇到用meet 后半段就主要指句了 我们要尽力 we should we should 克服它 这个克服它 我们用overcome it 那后面就要加强了 尽力 英文是怎么写 as 表示程度 尽力 尽力 就是程度上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要用as much 或者是as possibly 再来as we can 所以第四题是不太容易翻出来的 因为它强调的是一个程度的提升